哈囉,歡迎收看卡爾說球,我是卡爾 這集為大家帶來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 引操第三輪,伯恩茅斯主場對陣托特納姆熱刺 台灣時間8月26日晚間7點半開梯 熱刺在前兩輪是分別做客T和布倫特福德 以及主場林峰曼蓮 本季的熱刺雖然在進攻端少了強力之助凱恩 但後防上的補強是實實在在的 在主場能夠連封曼蓮也並非完全是曼蓮組織不起來 事實上曼蓮在上半場攻勢凶狠 並且整場的射門次數是比熱刺還要多的 因此可以看到確實熱刺本季後防線有很大改善 估計在磨合機場中場也能配合做連防時 會大幅度減少對方進攻端的威脅深入禁區 而伯恩茅斯前兩輪分別都是獲得一顆進球 而兩顆進球都是屬於那種意想不到的類型 尤其做一顆對上利物浦那顆3分鐘時的進球 對於利物浦後方來說鬆懈太多 這原因我們在利物浦比賽在細講 但整體而言伯恩茅斯對於腳球掌握度不高 尤其對陣西漢姆蓮有10顆腳球卻沒有攻進一顆 最後是82分鐘靠著對方進區內失誤 剛好打回來有點幸運的球在主場頒聘 而兩隊上季交手似乎在課場取勝 而且雙方都在課場決殺 也是蠻奇妙的景象 但在本季熱刺的後防線改頭換面 進攻端或許沒有以前那麼的光芒萬見 但是也算中規中矩 伯恩茅斯則是必須靠著主場球迷的架勢勉強還能獲得一顆進球 以熱刺本季的防線也許能嘗試克場零封對手 這邊推薦克勝大小分為2.5小 比速為0比1以及0比2 也推薦上半場的熱刺 那這集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那我們下一集見啦 拜拜